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自7月22号起 大学生们在重庆听报告 参观考察 并深入南川区八个乡镇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还举办登山比赛收获扑风 同学们谈经历 讲感想 提建议 不时争强话筒 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吉林大学学生会主席张天毅说 重庆是一块充满激情 力量和信念的热土 从革命先烈的红颜精神 到当前打黑除恶中的不屈与坚毅 都让我深受感染和震撼 大连理工大学研究生会主席崔强说 唱读讲传让他感受到红色的力量 三近三同加深了他对国情 民情的认识 中国人民大学学生会主席武帅说 看过重庆打黑除恶成果展 他体会到 一个社会需要树正气去邪气 大学生更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 重庆市学联执行主席王迪 惊叹重庆农村的变化 为自己是一个重庆人 深感骄傲和自豪 海南大学学生会主席郑鹏说 短短12天的经历将让他终身受益 他把情留在了重庆 把心留在了重庆 把根留在了重庆 三近三同社会实践 让大学生们印象尤为深刻 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会主席王瑞动情地说 三近三同让我和重庆老乡没有血缘 但胜死亲人 东北大学研究生会主席孙涛说 只有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才能真正了解农村农民 才能体会柴米油盐酱醋茶就是基层的国家大事 厦门大学研究生会主席陈友干建议 大学生志愿者要多关心关注农村留守儿童 让他们在蓝天下健康成长 八位学生代表发言后 会议进入自由交流 薄熙来鼓励大家畅所欲言 大学生们踊跃发问 气氛更加火热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会主席吴汉地抢先发言 他首先代表研究生院问候了老校友博书记 接着说 重庆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真言 让人斗志昂扬 想问下一步的打算 薄熙来说 唱读讲传在重庆开展以来 干部群众积极性很高 一浪高过一浪很有感染力 一个地方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神 高尚的精神和真挚的情感能够凝聚人心 形成强大的精神力量 推动社会的进步 唱读讲传就极大的推动了重庆的经济发展 社会进步 是内生的持久的动力 很能感染人鼓舞人 而势在人为 只要万众一心就事无不成 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张昭穗说 重庆市委市政府的决策有三个特点 一是坚决打黑除鹤 名声十条都大快人心 二是聪明 五个重庆振奋人心 三是润物无声 唱读讲传深入人心 想问博书记在决策的时候 是如何做到大快人心 振奋人心和深入人心的 薄熙来说 重庆的改革发展 尚处在探索的过程 有很多矛盾和困难 有些工作还有对立面 比如打黑除鹤 老百姓感到大快人心 但也有人不舒服 不光是黑恶势力本身 还有与他们相关的那些人 腐败分子和保护伞 因此会有不同的舆论和反应 但为了人民的利益 压力再大也要勇敢面对 最重要的是政治决心 一定要排除私心杂念 将斗争进行到底 如果东张西望想三想四 就什么也不要做了 有人表扬我们打黑除鹤 有胆识有策略 其实我们的策略就是不讲策略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直来直去依法犯案 任凭别人怎么说 也要大胆的往前走 坚决将犯罪分子 神之以法 绝不含糊 薄熙来说 同学们提到重庆的民生十条 那既是关乎老百姓 安身立命的事情 也是重庆市委发展理念的 重大转变 传统的思路是 先发展经济挣钱 有了钱再改善民生 现在的想法是 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 并行不备 改善民生的过程 也就是发展经济的过程 驱动经济有三架马车 投资出口和消费 改善民生就是直接促进消费 拉动内需 如果说重庆发展与过去的路子 有什么不同 就是一边促进消费 拉动内需 一边营造内地的大市场 把经济发展起来 民生十条 就是探索以民生为导向的 重庆发展之路 西藏民族学院学生会主席 白博问 昨天我和学员们爬金佛山 很多同学脚疼腿麻 当时我心里就想 再坚持一会儿 登上去肯定能看到别样的风景 我想问博书记 您登山的过程中想些什么呢 博系来说 我登山的时候 就想要修更多的登山步道 让重庆的孩子们 把身体锻炼得更好 去年我们修了38条登山步道 过两年我们还想搞个邀请赛 与金金户的同志比爬山 看看谁的体力好 大家开怀大笑 热烈鼓掌 复旦大学学生会主席李慧东问 博书记在打黑除恶过程中 在最困难的时候 心中是否有过一丝沮丧 博系来说 打黑除恶涉及到那么多黑恶势力 能没有矛盾吗 启动这场斗争的时候 我们就做好了迎接挑战的准备 马克思说 斗争就是幸福 毛主席讲 与人奋斗 其乐无穷 这就是革命者的人生观 和对幸福的理解 为了人民的利益 为了大众的幸福 他们习惯于斗争的生活 随之准备迎接挑战 过去有句话 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 咱们共产党员 共青团员 就是要有压倒一切敌人 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屈服的气概 打黑除恶斗争中 伤万峰举报信 80%是实名举报 这就说明了人民群众的态度 只要健康的正义的力量团结起来 腐朽的势力就成了纸老虎 不堪一击 虽然有困难 但我们信心十足 天津大学研究生会主席周扬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会主席郭一鹏 东北大学研究生会主席孙涛说 现在不少大学生对思想政治课不感冒 逃课的人很多 薄熙来说 思想政治其实和人们的社会生活联系的最紧密 是最生动最鲜活的东西 也最能激发人内心的情感 更应入脑入心 几十年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 年轻人热血沸腾 高呼着口号 唱着爱国歌曲就上了街 这就是政治觉悟激发起了学生的爱国情怀 最近重庆卫视的记忆百花栏目很不错 今天播了一个节目就很能打动人 讲当年研制两弹一星的团队 原子弹清弹爆炸成功了举国欢庆 功臣们每个人只发了十元钱的奖金 但大家都感到无上光荣 那时的人根本不谈价钱 只讲奉献 真让人感动 这其实就是一种思想教育 是入脑入心的政治 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渝州 北京外国语大学研究生会主席李爱国 上海交通大学学生会主席吴哲营 山东大学学生会主席刘靖 也分别就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动态 和他们在重庆社会实践的感受做了发言 听完大家的发言和提问 薄熙来说 团中央组织全国大学生骨干深入田间地头 了解农村这个中国最大的国情值得称道 半个月中 同学们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磨练了意志 培养与人民群众的感情 很为你们高兴 薄熙来说 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 你们是有知报效祖国的年轻一代 要带头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 毛主席曾经说过 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 拿什么做标准呢 拿什么去辨别他呢 只有一个标准 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 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 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 否则就是不革命的 如果我们这些学生领头人 只是闷头读书 忙于考硕士博士 只顾设计自己和工农群众缺乏联系和感情 那就脱离了我们党所推动的事业 薄熙来说 我们的接班人必须和工农大众相结合 这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 人民群众怎么看待我们的党 我们的共青团 怎么看我们的接班人 其实就看能不能和他们心联心 看我们对工农的态度 人民群众是最朴实最实际的 如果年轻一代能够真心实意的关心 爱护和尊重百姓 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人民心间 他们就会发自内心的热爱党 就会感到我们的党团组织是亲人 薄熙来说 青年人必须有联系工农大众的自觉性 重庆组织实施三进三同 接穷亲大下访和三项制度 就是为了让广大干部密切联系群众 了解社情民意 仅从书本是不能了解国情的 必须亲身感受 谁走得勤 看得轻 问得戏 记得牢 谁才能真知详知 才能对中国社会有更大的发言权 薄熙来说 现在信息越来越多 每天上网看电视读报纸 用了大量时间 整天也忙得很 但这并不等于学习 只是走马观花 静下心来想一想 未必能学到什么东西 一定要好好读点经典 才能汲取真正的营养 希望大家讲话写文章都要朴实自然 让人听得懂 要历界空话套话 如果老百姓听不懂 双方的距离就远了 我们共产党共青团 应该是最能联系实际的 同学们多与群众打交道 语言风格和习惯也会受影响 你讲的话 老百姓爱听 才有开展工作的条件 有同学讲 我们这一个团队还特意穿了红色的T恤衫 因为我们是红色的接班人 薄熙来称赞说 大家是共青团嘛 就是要坚持我们的理想信念 在红旗的指引下 我们建立了新中国 红色是我们国旗的颜色 我们就是要唱红 就是要举红旗 现在有些人喜欢附庸风雅 有意回避红色文化 好像宣传共产党的理论和学说 就显得左或者土 其实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都是科学 是最伟大最生动的理论 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蓬勃生机 而且潜力还大得很 可以引领中国走向更大的辉煌 我们搞改革开放 绝不是抛弃原来的理想信念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本身就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都是在坚持和发展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中国要进一步发展 必须坚持我们党的学术和理想信念 薄熙来说 青年人要有高尚的精神追求 我们讲德智体全面发展 要又红又专 就是把精神因素摆在第一位 马克思说得好 经验赞美那些 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 是最幸福的人 这话说到家了 人到底为什么而活着 为吃得好吗 吃太多了 还容易高血脂得肥胖症 为挣大钱吗 钱乃生外之物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留一笔钱给孩子吗 那是让孩子坐享其成 失去创业的渴望 到处来一事无成 攒钱修个祠堂 光宗耀祖吗 老百姓怎么会去敬那些大财主呢 还是马克思说得对 能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 才是真正幸福的 同学们以热烈的掌声回应博书记的讲话 最后全场高唱歌唱祖国 同学们全情投入 久久不愿离去 这次我们在重新的社会实践呢 我们可以说是收获颇丰 我们不仅就像博书记刚才讲的 我们体会到了民情 更加重要的我们体会到了国情 其实今天呢 博书记对我们的讲话 的确是高屋见顶 体肤观顶 让我们对以往的社会实践 有一个好心的总结 让我们更明白了 自己身上的担子到底有多重 扛民族使命于我身 真的是这样 我在重新的这十几天的时间里面 看到了很多 怎么样去传承我们的红色经典 怎么样去坚持我们的理想信念 包括在农户家跟农民 共同生产劳动 共同生活 更让我体会到了 不懂农村 就真的不懂中国国情 让我们能够立志 为国家去报效 去报效祖国的时候 能够充分的发挥自己的聪明才干 而今天听了博书记的讲座 他更是从一个高屋见顶的角度 告诉我们这样做就是正确的 就是要坚定的 去有勇气去坚持我们的信念 感谢您关注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